男子阿全 华明 参加丹青俱乐部 妖童群组成员 至他家做客 游览台中市区 在他家饮酒聊天 趁机两度性侵和酒醉的被害人小凤 华明 一审一成其性交罪 将他判勤四年 他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以他为与被害人和解 被害人希望他得到应有惩罚 何一婷将全案驳回 维持一审原判 一审开庭时 阿全一再否认犯刑 直到辩论庭时 是具状坦诚 是因深怕自己入肩服刑 母亲及年幼小孩 甚至身杖的弟弟 顿之依靠 因保护家人之心 是自己无法坦诚 错误等语 可见他早已知悉自己 确实有违本案之犯刑 仁一再虚执浪费司法资源 予以判刑 阿全不服判决 上诉二审 便称前省为考量他已尽最大努力与被害人和解 为对方所开出之和解金额高达新台币八十万元 且需一次给付 是非他为中低收入 互之家庭所能一次负担 量刑部分有失公允 判决书指出 阿全 四十岁 透过通讯软体LINE 单亲俱乐部群组认识小凤女子 104年10月3日与同群组五名成员相约一同游览台中市区 吃完晚餐后 一同前往阿全的住处内喝酒聊天 一日凌晨一时时 小凤因喝酒不生酒力 阿全主动扶他至二楼房间内 且见他已陷入酒醉鸣鼎无力 亦是不轻任 未有机可乘 趁机性轻被害人得逞 阿全 四日清晨 进入小凤所住二楼房间内 询问他是否灌洗 并将预金递给他 小凤灌洗后下楼 并向郭南表示 因前晚酒醉有头痛状况 想再休息一下 并向其他单亲俱乐部群组成员网剧当日行程 阿全听闻后 表示可留下来照顾小凤 虽单独将小凤在三楼房间内 且他人因前晚酒醉鸣鼎无力 而其他单亲俱乐部群组成员均已离开 利用被害人仍处于酒醉鸣鼎无力 不能抗拒状态下 再度性侵害被害人 事后被害人向警方保安查获 男子参加单亲俱乐部 邀同群组成员至他家做客 乘机性侵侵和酒醉的被害人 一审一乘机性交罪将他探勤四年 二审以他为与被害人和解 何一婷将全案驳回 维持一审原判 记者白起坑摄影 分享